北京时间8月5日晚,中超第16轮的一场焦点战,最终客场作战的广州恒大依靠坦利斯强。 保利尼奥和高拉特三大外远的连内进球,以4比2逆转了广州复利,好取中超次连胜,再加上本轮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的帮手大战以1比1战成平局和上海上港领导一报等输给大连一方,使得广州恒大在上赛一轮的情况下里领投阳北京国安仅差3分。 本场比赛主帅卡纳瓦罗让高林回归首发,再加上邓哈文确证,所以不得不在U23球员受罚上牺牲于汉超,由冯博轩顶替出展。 但是,整个上半场里,冯博轩由于出场不多而导致状态较差,所以发挥平庸,没有给广州恒大的边路进攻带来帮助。 下半场一开场的时候,卡纳瓦罗就用于汉超换下了冯博轩。 结果不到5分钟于汉超就改变了比赛走势,比赛第48分钟,李学藤后场断球给到中场的于汉超,于汉超接球后马上一路带球到福利进区底线处,随即突然横翘到进区中路。 保利尼奥接球后,场面要的依靠摆脱方守球员,随后轻松抽射破门,帮助广州恒大将反超为二档一。 这仅仅是于汉超替补出场第三分钟而已,助攻保利尼奥破门后,于汉超继续在前场边路,起与广州恒大很大的作用,平均利用突破制造威胁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周三晚广州恒大客场几败现金泰达的比赛里,于汉超就利用角球助攻了保利尼奥打进第二球。 如果还要追溯的话,于汉超还在2015年是具备广州恒大逆转墨西哥美洲的最后时刻,也是角球助攻保利尼奥打进绝杀球。 两人连线非常默契,作为广州恒大镇中不可或缺的前场球员,于汉超是球队的最强替补,每次替补出场都有好的发挥,也可以帮助广州恒大改变比赛走势。 上赛季和科拉里执教期间,于汉超大多数替补身份出场的情况下,代表广州恒大出场41次打进9球和送出9次助攻,发挥是相当的出色。 而这个赛季卡纳瓦罗回来执教后,于汉超机身主力位置,状态也保持得不错。 请不吝点赞 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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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。